这个议题很有趣 薪水跟身高有关系您相信吗 东吴大学的教授研究指出了 以160公分为基准 女生的身高平均多3公分的话 她的月薪就会多出169元 而170公分的话 她月薪甚至会高出400多块钱 学者说这是因为高的人 常常给人比较有能力的印象 身材高跳的女生走在路上 常常吸引比较多的目光 不过您知道吗 她们的薪水也可能高能一等 国内有一份调查发现 160公分的女大学毕业生 第一份工作的起薪约是2万8 身高高出3公分 薪水会多169元 170公分以上的女生 一个月更能多赚452元 蛮特别的 怎么说 因为我不知道原来工作 跟身高有关系 找工作毕竟还是看能力吧 民众听了指红不可思议 不过经济系的教授表示 在国外也有类似的研究结果 如果你青少年时期如果比较高 那么在西方尤其美国 你比较有机会参加社团组织 参加运动比赛 你比较有可能走在人群前面 航空业应征空姐啦 或者是这个娱乐圈 或者是这个名模圈 甚至有些公司的业务 它可能会应征一些看起来比较高挑 身形比较瘦的人 所以就变成说它在新鲜人的起薪方面会比较高 人力银行则解释 人高薪水高 只是用在某些特定的职业 所以身材娇小的女孩也别太担心 稳定性和抗压性 才是真正能在职场移教高下的关键 感谢观看